大家好,我是東小的鮑勃 如果跟鮑勃旅行過的人就會知道我是沒有玩到精氣神被榨乾 絕對不會善罷的甘休 我的個性是機會要住宿前都花了,假也請了,就應該盡可能玩風 想休息的話下週末在家睡兩天就可以了 那我們來這次假設第一次來玩東京 三天連夜要怎麼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玩滿東京吧 那如果想要悠閒也有東京的人可能就會不推薦這次行程給大家喔 我們假設上午從雨田機場出關吧 然後再次住了飯店在新宿 首先乘乘40分鐘的車從機場搭乘單軌電車轉大江湖到新宿 到新宿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行李放在飯店開始展開一天的行程 新宿車站周邊有不少可以用早餐的地方 我們選新南口New Woman的麵包擺明店 Le Pan de Joelle 侯不凶用餐 這家店八點就開了 買完麵包之後可以直接在旁邊的Le Cafe de Joelle 侯不凶做著吃早餐 雖然這家店鋪有名氣 但上午八點應該是有位子可以速速吃完 我們第一天先把行程都聚集在東京的左半邊 省下交通所花費的時間 從新南口徒步15分鐘我們來到了新宿御園 這裡是東京的必訪景點之一 新宿御園原本是皇家庭園 但在二戰結束不久之後改成國民公園開放給大眾 推薦大家參觀日式庭園以及坐在大草原休息一下 現在時間大概上午10點左右 百貨公司也漸漸開始營業 從現在開始到11點半左右 是購物的時間 如果買了大型物品可以直接放回飯店會比較方便 在日本通常12點到1點是用餐的高峰期 想吃百名店卻不想排隊的話 11點到11點半用餐比較好 我們中餐就在新宿三地木這個黃金地段吃個咖哩吧 我們選擇的店是1972年就開始營業的咖哩 我推薦1400日幣的mixed curry 可以吃到牛肉、蝦、還有排骨三種食材 微辣濃厚的咖哩非常有飽足感 12點半左右我們就正式離開新宿 山首線搭兩站我們來到了元宿 我們來到了另外一個必訪景點 明治神宮 明治神宮創建於1920年 為了祭司日本第122任天皇 明治天皇所建立 這裡佔地70萬平方公尺 也是日本新年參拜人數最多的神社 離開明治神宮大概1點半我們走到了竹下通 竹下通代表了東京年輕人的潮流以及時尚 雖然大家不一定想逛這些店 但我還是很建議大家花個短短的20分鐘穿過整條街 體驗一下東京年輕人的文化 我們竹下通走完往右轉就可以走到表餐道 大家可以繼續選擇逛街或是吃個甜點 想要逛街的話就走上坡路一路走到青山 有很多精品店 想要吃甜點的話我們可以到表餐道Hills裡面 來自巴黎的Hugo & Victor的巧克力聖代 雖然表餐道好逛甜點好吃 現在腳可能有點酸 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次新軍旅遊的使命 在這裡只能待到3點半 表餐道坐銀坐線一站就可以到澀谷 澀谷是一個超級有活力的區域 到處充滿著年輕人的氣氛 其實在安排行程的時候我猶豫了一下 是否把新宿、元宿、澀谷這三個夠為主的地區放在一起 會不會重複性太高 但我覺得這三個區域地理位置非常接近 而且都是東京代表性的景點且各有特色 所以我還是決定換來同一天 這裡必看的景點就是澀谷的十字路口 一次紅燈的時候可能會同時有2500個人同時通過 也被稱為全世界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路旁的電視廣告牆跟人來人往的人潮讓人眼花撩亂 甚至有恐懼感 實際體驗看看就知道了 澀谷本身也是一個購物景點 所以大家花個一個小時的時間在這裡散散步吧 好,現在時間大概是5點 我們從澀谷搭個10分鐘左右的電車來到了六本木 讓我們燈塔享受下午轉換成夜晚的美麗景色吧 六本木之秋五十二樓的觀景台除了有室內的景觀以外 還可以免費看美術館的展覽 如果加個500塊日幣還可以到室外的展望台看夜景 是東橋最推薦的夜景的好去處之一 觀賞完夜景大概是6點出頭 我們來吃個晚餐吧 為了避開人潮晚餐推薦餐廳開店不久過去 我們來吃在六本木十字路口附近的炸豬排百名店 イマカツ吧 家店所使用的豬肉是知名的Yamato豬肉 特色是吃起來有種甘醇味 聽不懂是不是 那就要自己試試看囉 現在時間是7點左右 我們搭乘大江湖線不用轉車回到的新宿 我們就在越晚越繁華的歌舞祭廳以及新宿3D牧區走走 如果有什麼看上癮人的居酒屋可以嘗試走進去一下體驗一下日本的居酒屋文化 那日本居酒屋的理解是什麼呢 可以看一下東橋的這部影片 如果體內已經到極限的話那真的可以回飯店休息 不然明天爬不起來的話就真的得不償失 畢竟今天7點就出關應該睡眠不足 但如果你天生生理就是鐵打的 那也可以再去新宿均越飯店國際知名的New York Bar 雖然這裡屬於高消費 喝杯酒加上入場費大概要5000塊日幣 但能夠坐下來 享受新宿夜景 喝杯小酒 聽爵士樂 這樣的消費也算是值得 那我們第一天就正式結束 第二天早上7點左右出門 搭乘中央線我們來到了東京車站 早餐我們就來吃知名的六離社的沾麵 沒錯 六離社7點半就開門了 而且他們也有推出早餐版的沾麵 理論上早餐時段比較不需要排隊 能夠快速吃到平常大排常用的六離社沾麵 真的是行軍事旅遊才能夠享受到的浪漫 8點左右我們展開第二天東京東半部的行程 都已經出東京車站吃六離社的話 我們何不直接走到丸子內口看一下東京車站的樣貌 順便在丸子內散散步 稍稍散步個30分鐘 我們回到車站搭乘山手線 到上野逛逛上野恩賜公園 這個公園可以算是東京最知名的公園之一 也是東京最早成立的公園之一 公園內的東京國立博物館有豐富的館藏 還有歷史悠久的東照宮 很適合花一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逛逛 如果你對公園不感興趣的話 則可以花一點時間在上野車站附近走走 可以逛逛阿妹又寇求體驗一下早餐的市場 我們10點半左右 接著從上野徒步到東橋之外的谷根籤區域 谷根籤是谷中、根莖、籤頭目這三個區域的總稱 充滿了豐富的下停感 全區有散步加中餐的方式 趕一點的話應該兩個小時可以結束 這個區域我們推薦谷中銀座商店街 體驗一下日本商店街的羊貌 吃個Suzuki的炸肉餅 或在見蒸湯喝杯咖啡吃個點心也不錯 另外東京石神社的根莖神社有不少文化財 以及千本鳥劇也很值得參訪 這裡春天有杜鵑花然後秋冬也有銀杏 真的很美 上野櫻木阿塔利於2015年開幕 但區域內的三間雅由1938年就建立完成 非常的有歷史 大家可以在區域內買個麵包 或喝當地的古中啤酒 中餐的話跟昨天一樣 大家可以鼓11點半左右泳餐 大家可以嘗試一下開業80點老店 卡牙巴咖啡吃吃看他們知名的雞蛋三明治 或是倒隱藏在巷子裡的蕎麥麵 櫻醬 享受爽口清淡的鴨肉蕎麥 我們12點半結束了古根間這三個區域 從日木裡坐JR加上寧坐線大概15分鐘 來到另一個超大觀光景點 前巢 擁有超久歷史的前巢寺應該不需要過多介紹 從雷門開始一路經過重劍寺到前巢寺的這一段路總是充滿了人潮 但這種熱鬧的氣氛鮑婆覺得也挺不賴的 但不要遇到下雨或太熱就可以 哈哈 潛草寺以外的潛草當然也是很值得散步逛逛 大家可以在車站周遭一公里的範圍內盡情的探索潛草 想吃點心的話可以試試看甜點擺明點龜石的銅鑼燒 或是浪化家的爆冰 但這兩家名店的人潮可能都很多 如果排隊花太多時間的話可以斟酌一下是否要吃 現在時間大約下午2點左右 時間還早我們可以搭船或搭車前往台場 台場本身是一個絕對可以一直有的行程 東橋的影片也介紹不下數值市 但我們的行程是以行圈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重點方式玩台場 預計晚餐前離開 台場除了購物以外 我們推薦幾個可以參觀的景點 台場的海灘雖然不能游泳 而且是人造的 但能夠在都會區享受到海灘的景色也真的很難得 大家可以沿著這長800米的沙灘散步 順便看看彩虹橋以及東京城市的景色 台場的大摩天輪高115公尺 於1999年開始運營 這裡城市世界最高的摩天輪 先撇開高度不談 論風景這裡應該不會輸給世界上任何一個摩天輪的景色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就在摩天輪的旁邊 可以參觀沐眩迷幻的 TeamLab Borderness 雖然TeamLab的作品在全世界都有 但Borderless的展出非常齊全 絕對只會票價 不論你是不是鋼彈迷 都可以參觀一下這個巨星1比1大小高18公尺的 Unicorn鋼彈 絕對會被震撼到 我們在台場大約待到下午5點 接下來我們回到東京市去吃晚餐吧 搭乘百合海澳號回到新橋後 在搭乘銀座線或走路就可以抵達銀座 這裡又是一個逛街聖地 大家可以在這個紫醉金迷的區域先逛一下 享受一下銀座的浪漫 可以選擇登上東極Plaza新廠銀座夜景 或是到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 參觀一下這個獨具特色的建築 我們大概逛到7點 晚餐推薦Ano系列的Ano 格棚或Akomea 土鍋拌飯 或是炸豬排擺明店Kazukami 這家店跟一般炸豬排店一次料理全上不太一樣 是採Course的方式一到一到上 廚師還會跟你解釋怎麼吃 非常有氣氛 但這家店是採預約制的 大家可以先在網路預約 雖然有點麻煩但絕對不會失望 結束銀座的行程大概是8點左右 體力不支的人可以選擇回飯店休息 如果還要僅存一些餘地的人 我們可以從銀座搭乘銀座線約20分鐘 回到前早參觀夜晚的前早寺 這裡跟白天截然不同的風景非常適合拍照 那我們第二天的行程正式結束囉 假設我們今天的班機是晚上9點 所以我們的行程可以晚到6點左右 為了方便起見 行李就先放在飯店晚點再回來拿 我們前兩天已經跑了不少大景點了 今天我們可以花點時間再不叫小景點遊蕩 我們大概7點半從新宿搭乘小田極限 來到了大代目上園 來吃一家麵包擺明店沒滿喔 主廚特製的Pancake套餐一天只有5份 但由於我們行軍行程開店前10分鐘就到了 我想應該吃得到 當然你們一群人如果超過5個人的話 那就要有人被犧牲掉點其他的囉 吃完早餐我們就從大代目上園散步一下 往大代目公園的方向走 大約20分鐘就可以抵達到公園附近 但我們可以路過公園旁邊的Falkland文青咖啡店休憩一下 利用咖啡因提神 在代代目公園散步一下大概9點左右 從元宿站搭乘半個小時的車 我們也路到了東京的東邊青城白河 這裡是富含夏挺風味的住宅區域 景點蠻多的但稍微有點分散 我們推薦幾個景點 青城庭園於1932年開園 是以回遊式林泉庭園的方式所建造的庭園 非常的典雅 大家可以仔細體味日式建築的奧妙 身穿江戶資料館重現了江戶時期結實的樣貌 館內通常人不會很多所以可以輕鬆逛 魚田穿一帶天氣好的時候沿著河田的步道散步 會讓你忘卻東京的繁忙 另外幫青城白河建立地位的各種特色咖啡店 絕對讓咖啡因成癮的咖啡店也欲罷不能 那由於咖啡店太多 這裡就留給大家自行收集資料囉 中餐的話我們就試試看蛤蜊豹多的身穿飯 位於身穿資料通的身穿素 就是身穿飯的專門店 這種料理原本是身穿漁夫所研發的 在明治時期被當成下層居民所吃的料理 過了一百多年的演化成為價錢稍稍偏貴的美食 整個青城白河區域逛完大概是中午12點半左右 到6點之前我們慢慢往回新宿車站 我們就搭著大江湖線往神樂坂的方向走 坐車大概20分鐘就可以到 神樂坂區域有各式各樣的甜點店跟小店 然後整個區域的巷子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 喜歡拍照的人一定可以在這邊留念望返 另外被譽為東京最時尚的赤城神社 由日本知名的建築師魏妍武所設計 在2011年在這個神社還得到了Good Design獎 蠻有趣的 如果想喝點東西或吃點東西的話 我推薦可以看著中央線 以中午線路過的河畔咖啡 CANEL CAFE 或是甜點百名店記之上的魚至金石砲兵 結束神樂坂的行程大約是下午3點左右 我想再重新提起大家一下 這是行軍行程 所有很多地方都是高速行動 但在沒有迷路或太多排隊的狀況下 其實時間是合理的 我們最後兩個多小時可以去哪裡呢 我們去池袋吧 由於今天一整天的行程都沒有購物 我們就在百貨公司 藥妝店 電氣行伶俐的池袋吧 沒有買完東西買齊吧 如果對逛街屋桿的人 我推薦登上山西來City的觀景台 如果是冬天太陽比較早下山 在這裡看夕陽超棒 如果愛吃的人 我推薦日式陽師擺明店Kitchen Check的漢堡牌 這家店下午不休息 可以讓你前往機場之前先不會餓肚子 那我們池袋逛到6點左右 搭山首線10分鐘回心素拿行李 然後再坐40分鐘的電車到機場 大概7點左右雨天機場Check in 完美的畫下這次行程爆滿的三天兩夜油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啦 如果覺得行程受用的話 請跟我說一下 以後可以推出第二次來東京的行軍行程喔 會帶大家去一些非並非大景點的行程 搞不好一天來為親情者也不錯 那我們下次再說啦 我是包博 掰掰